提起张爱珊这个名字,想必大家都很熟悉了 张爱珊1992年出生于北京,中国内地影视男演员 8岁开拍广告而出道 2003年出演电影剧《小兵张嘎》 在剧中饰演了童乐乐一角,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之后拍摄了家庭情景剧《家儿女》 在剧中饰演刘星,让他大火 之后也为他带来了一些演出机会 2007年还获得了腾讯《星光大典》年度潜力演艺新人奖 之后他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 张爱珊近些年来的表现都堪称惊艳 如今的娱乐圈都是小鲜肉当道 不过随着各类粗枝滥造的影视剧进入人们的视线 久而久之,小鲜肉就成了烂片的代言人 成年后的张爱珊在鱼醉中演技炸裂 有人说他是年轻的老戏骨 久留后中最有演技的 春风十里不如你和周东宇的搭档 更让人肯定了他成熟的演技 备受观众的喜爱 之前航红爆料也是让人惊讶不已 张爱珊竟然是他的亲侄子 出道这么多年才爆料可见张爱珊也是十分的低调 有了这层关系 不少人开始猜测张爱珊的爸爸是谁 张爱珊的父母非常的低调 网上关于他们的信息非常的少 不过有传言说张爱珊家庭背景优越 不过当时人一直没有正面回应 据悉张爱珊的爸爸名叫张小五 同时也是张爱珊的经纪人 张爱珊的母亲名叫刘西凤 但至今没有曝光本人的照片 在拍《家有儿女》的过程中 母亲还为张爱珊放弃了工作 专心待她 祝她完成了演艺梦想 而张爱珊的爸爸曾经是一个话剧演员 在张爱珊的成长道路上 张爸爸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可能由于父亲和母亲都太低调了 所以张爱珊都不愿公开 也怕影响正常的生活